那像 你看我趕快 隨便手上拿了一個 它這個除了上面寫的 這個製造商的地址之外 它還列了一些 可能跟國外進口 它有一些國外認證的一些標章 譬如說像這個有西醫的標章 就是歐盟的認證 那雖然 幾乎都有 雖然我們當然也可以 用很壞的心說 你那西醫自己寫上去 用馬克筆寫的吧 但是原則上 如果它不是這種壞心的 黑心的廠商 它這個西醫標章 人生的話 那就多一層保障 因為它有國外的認證 然後告訴你 至少這個東西的塑化劑的含量 是低的 那當然也是用了才知道對不對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到 它標示不錯 上面也有認證 帶回家用一用 很快 就這邊就開始起毛 或是那個電板一下 就開始有屑屑掉出來 那這種品質不佳 你就知道下次我們就不要買 因為它就很容易有 這些塑化劑掉下來 那你在洗手 每天就一直洗手 這樣也是很累 好 謝謝 黃醫師 謝謝 還是有依據的啦 對 那事情也要補充了嗎 要特別注意哪些 對 因為剛才顯然 我們在討論這個環境荷爾蒙 或者這些塑化劑的時候 大家擔心的事情 主要是說 到底尺寸會不會變小 形狀會不會變 可是讓大家要更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黃醫師有提到 它對你腦部的影響 除非有暴力傾向之外 其實我們自己國家的國衛院 他們也去做了一個追蹤研究 追蹤超過400多個小朋友 長達14年 他們發現說 當你他們暴露的這個環境 環境荷爾蒙的濃度 增加一倍的時候 他的智商就 所以就說暴露這個環境荷爾蒙 也會造成他 所以你不要想說沒關係 反正娘就娘吧 反正現在多元參加嘛 都OK 但問題是 他可能對他腦部的健康 也是有影響的 也會影響智力的 不是 那如果說用種類來分的話 你會不會有救到 什麼樣的種類我們是要特別當心一點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去買一個 什麼橡皮擦好了 市面上都流傳說 如果你看起來是比較白白的 不透明的 它就比較可能是天然成分的 如果是白白 看起來又透明透明的 它就可能是什麼PVC或幹嘛 其實不準 為什麼 因為之前我們的標準檢驗局 他們其實標準檢驗局 一定會檢驗的東西之一 就是橡皮擦 他們每年這是列為必要檢驗的項目 那項目以下 他們至少會檢驗兩個東西 一個叫 重金屬他們至少會檢驗八種 塑化劑現在所有鏡子的 他們都會檢驗 然後每年檢驗的結果 他們有前幾年就驗出 兩個塑化劑超標 結果我一看 兩個都嘛白白的 你們還說什麼透明就是PVC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 它白白不透明 所以它是天然的 沒有 之前檢驗的也有白白的 而且是超標的 所以不要重信 所以那個時候標準檢驗局 其實就教大家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會幫你驗中金屬 他們也會幫你驗這個 塑化劑有沒有超標 那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有經過檢驗合格的 會有那個標誌 有 對 你有看到一個箭頭 一個在圓圓裡面的標誌嗎 對 所以重點是認那個標誌 那個標誌它幫你把關過了 你不要自己在那邊拿火燒 然後你 不準 而且你看 這橡皮擦我們這個幾種 我們隨便拿起來取樣看一下 有的標誌就簡單到 對 很簡單 只跟你講說這個擦拭時 屑少可以保持桌面乾乾淨淨 這跟安全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可是相對來講像這個 除了你那個標誌以外 它也告訴你 不含PVC 不含塑化劑 符合CMS還有SGS安全檢驗 它可以含很多的項目在裡面 可是良心講一般做家長的 很少去看那個小的 最大的小級不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其實就是 其實只有這麼小的橡皮擦 它都有安全的規範 還有檢驗 所以大家就注意 不要迷信這個 為什麼橡皮擦 因為橡皮擦 有常常小朋友邊擦 邊咬這樣 所以真的要看 對 所以又用媽買了 就是大家都一直在想說分享 好大喔 橡皮擦嘛 所以我就想說朋友說 無毒來團購我就買了100個 真的嗎 真的無毒嗎 它有標誌嗎 可以借我們看看 我們要的話可以分給大家 可以分給大家 我們要看看什麼叫無毒的 因為要開學 小朋友可以用 然後它是無毒的 它看起來很簡單 它所有的無毒沒有 你要再看外面 天啊 這麼小的字 我老爸也這麼看不到 而且環島的 它也有標誌 它有那個箭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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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相信 所以如果它有這些標誌 關於什麼檢驗什麼…的 應該就可以相信 就比較好 而不是說只有在上面 跟你講一個什麼 對 你不要迷信 它的宣傳語說什麼無毒啊 天然啊 什麼什麼情況 重點 什麼環保 重點是它有沒有通過檢驗 不過這個塑化器 不管含在哪裡 最怕就是吃到 對 真的 所以以理 我們這個小孩子身邊 還沒有什麼東西 它是特別要留意 會有塑化器之類的 對 其實塑化器無所不在 如果說你們家 是屬於常常外食的人 你會發現很多餐廳 它都會幫小朋友準備 塑膠的 對 你要不要用 不要用吧 如果你真的忘記帶 你還是會用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如果你外食頻率高 你自己又沒有自備一些 小朋友用的不鏽鑽碗 那其實你算下來 其實一個禮拜你會發現 你常常用到這種 小朋友這種塑膠的餐盤 那現在有塑膠的 美奈米的這種 其實你都會用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風險 還有比如說像 吸管也是 另外在吃的部分 因為其實塑化器 它比較容易存在於 油脂比較高的東西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小朋友 比如說常常吃到一些 像 或是 或是像那種 這種肥肉的東西 那相對的 你有可能因為食物鏈的關係 相對的你吃到塑化器 肥料會比較高 對 因為它比較容易存在於 脂肪比較高的食物裡面 對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也要特別注意 然後還有就是 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要認清標誌 其實你發現說 很多這種賣 比如說五塊錢 十塊錢 十五塊錢 那種地方 它其實很多東西都是 沒有標示產地跟帶入不明的 對 那相對比如說 你今天要買一個 小朋友的那種巧拼板 那種把它放在地上 讓小朋友爬來爬去玩來玩去的 那個其實你會發現 小朋友的手跟臉 還有的在上面吃東西 吃書 你會發現他待的時間久 吃東西的 就接觸的那個比較久的話 我覺得那倒是真的在選購上 你就不要去選擇那種 相對跟一般價錢低很多的 然後上面又沒有任何的一個標示 這個可能都要有所區別 那還有最後其實是 我們台灣其實也有做實驗 發現說 如果是家裡面的人喜歡 用一些比較香的東西 譬香機類 比如媽媽喜歡噴香水 爸爸喜歡噴一些髮膠 對啊 方向器 那其實是不行嗎 對 它其實裡面也是 有塑化劑的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家 都喜歡用一些 比如說 可能沒有檢驗合格的精油 或甚至於有一些是 發現說那個洗臉用的 那種柔珠有沒有 它不是現在希望不要用了嗎 有一些人是想說 是環保因素 但是現在有一些 那個檢驗發現說 那些柔珠可能經過回收 可是不小心可能會到 我們的海洋裡面去污染到海洋 那海洋會有食物鏈 就是魚再去吃到這個柔珠 然後你買的那個海產類的東西 裡面可能有這些東西 鎖化劑 所以這個有點像是 食物鏈的原來 所以希望現在就是說 不要再用這種類似像這種 塑膠的東西了 其實你們這個節目 為什麼不早做 對啊 你看像小的時候 我們台灣都是 給小朋友吃都是那種塑膠碗 對 雖然是買日本進口的 可是也來不及了 還有那個小孩子學爬的時候 我們都是到大賣場進來 對 沒錯 怎麼辦 我們那小孩都變笨了 真的 都變小了 整機最在乎的就是 你有發現被客人已經影響了 沒有…他沒有 不過其實這樣說起來 就是身邊這個很多東西 我們是 我不能說它無孔不入 這樣是真的很難防範 所以總是要有一點解毒劑 就是說我們不小心沾到 但能不能吃些什麼把它解掉 對不對 太棒了 第一個你要解毒 當然是越少接觸越好 要洗手 但是基本上倒是有三個方法 可以稍微就是解毒一下 第一個塑膠碗器 其實你還是要多喝水嘛 剛剛其實黃醫師還有 孫姐姐也有提到 他就是檢測尿液中的 所以事實上 如果你多喝水多排尿的話 其實還是多多少少有幫助 第二個就是說 多吃高鮮的食材 因為其實纖維 其實可以幫助你把體內一些 塑膠碗器 或是你塑膠碗器造成的發炎反應 讓它稍微降低 所以其實鼓勵小朋友 還是多吃所謂全骨類的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 為什麼第三點要多吃 當季當令盛產的食物 因為這時候營養價值最高 抗氧化有一個程度最好 那我們發現就是說 像有一些 比如說像西瓜 番茄 地瓜葉 蟹菜 藍莓 還有蔓越莓 這個其實包括 比如說你可以吃一些綠色的 然後吃一些紅色的食材 或是一些紫色的食材 那這三種顏色其實對 如果你常常接觸塑化劑 或者是說你到外面去摻 就是因為你其實吃外面 你會發現很多的加工食品 或者是說很多的一個 塑膠包起來的東西 你其實很難避免 所以其實你大概用這種方法 不過前提還是少接觸 好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剛剛這次針對塑化劑 告訴大家一個要注意的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一個 對 還有這一個 對 還有一種 對 還有一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